他但您看的这个故事是化悲伤为祝福 这是马来西亚几大一位喜慎病友柯天福 他从接受慈祭补助喜慎费用之后 就转为投入志工行列 爱的付出五年光阴 在前几天他突然疾病往生了 留给慈祭志工无限追死 生前的柯天福就是这样乐观 五年来欢喜复出 告别世上一起喜慎的伙伴将悲伤化为祝福 人生无常 没有办法 好像我们也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 可能明天不在了 也是没有人知道 荧幕上每一段画面 都是柯天福生前为圣友付出的身影 笑容令人怀念 虽然他不是很善于表达 可是呢 不只是当志工 就是洗身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子的笑笑脸 我们会很想念 他是扮演熊的那一面 其实慢慢长大过后 我们也知道其实他心里也是有我们的 爸爸 我们永远爱你 柯天福的突然离去 有人不舍流泪 有人则牢记他的好 他的人缘跟每一个人都很好 在我们行人中心 他人是走了 可是他给我们的回忆是开心 以前早几年他没有这样 谢谢你们看到他的照片 还蛮年轻笑的 很感谢你们 虽然无法抵抗无常来临 但柯天福的笑容会一直活在大家心中 改新闻 陈怀妍 邮金贝马来西亚报告